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星期六下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丛林变装派对野餐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做了丛林变装造型 在草地上野餐玩爽 市长布佳贤还有多位的议员以及市民代表们 都做了森林动物造型打扮 在草地上和大小朋友来拍照 场面热闹又有趣 疫情趋缓之际 为了让亲子有出门踏青的机会 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星期六下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亲子野餐 同时也发挥创意 以丛林变装派对为主题 设计了一场有趣的亲子活动 我们今天是丛林变装派对野餐日 那为什么会想办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就是让最近在疫情里 大家的生活就是比较烦闷 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可以走出来 不只带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揪出来 让大家的身心里都可以得到一股舒畅的 疏解的管道 那为什么选择丛林变装派对啊 这有什么好玩吗 因为觉得每次的野餐日可能只是带野餐店来 那我们觉得如果有变装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活动性质变得更有趣 那我们就在伙伴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 如果用这种动物啊或丛林的这种元素的话 会让整个活动变得很有趣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主题 市长为家贤穿上的恐龙造型衣穿梭在活动现场 受到大小朋友热情欢迎 真香药和市长拍照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也花异施工所在下午的时候 也跟我们青年协会一起来举办相关的一个 丛林野餐日的一个派对活动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非常多位的代表也做了相关的变装 孩子们也做了相关的变装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除了市集之外 还有野餐的活动 还有各式各样有趣的表演 那我们真的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快乐的童年里面成长 那再次也要谢谢我们议员还有代表大力的协助跟支持 让我们各项活动能够推展的顺利 那早上的见走 下午的野餐 期盼每一个孩子在花莲都能够快乐的成长 快乐的长大 除了恐龙造型的市长 先元吴东森穿了自备的老虎装 先元魏佳燕也长了老虎的尾巴 还有老虎耳朵 世代会副主席李政伟变装成跳跳虎 市民代表参议中穿上了长颈鹿的衣服 还有里长也穿上了鳄鱼装 大家可爱的造型打扮受到现场大小朋友喜欢 活动现场还有许多特色市集 烤鸡大餐以及一连串精彩表演 让家长和小朋友们欢度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